最讨女影迷喜爱的中国几名最帅男影星,岁月不饶人如今他们苍老了。 时光如穿梭,岁月不饶人,曾经最讨女影迷喜爱的中国几名最帅男影星,如今已苍老成老人。 上海谈电视连续剧扮演许文强的周润发,曾经因为发歌的绝无伦比帅气和潇洒偏偏影像,深受众多女影迷的追崇和喜爱,周润发1955年5月18日出生在香港南亚岛,国家一级演员。 图为2001年3月25日,周润发在美国加州洛杉矶流影,依然英俊帅气。 岁月如流,如今发歌两鬓斑白,盛年不在如今已成老人。 废祥,1960年12月24日出生于中国台湾,美籍华裔歌手、演员。 他曾经演唱的一首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歌曲,红遍大江南北,废祥年轻时英俊潇洒帅气,受到国内外众多年轻女影迷的追崇和喜爱。 图为2015年4月11日,废祥在北京演唱拍摄的照片,依然潇洒帅气。 2018年1月18日,废祥现身上海机场,面容苍老了许多,真是时光如穿梭,岁月不饶人。 提起梁小龙扮演的陈珍和霍原甲电视连续剧,可谓家喻户晓,无言不知。 梁小龙扮演的陈珍和霍原甲电视连续剧,武艺高超,尤其是她的腿弓横扫日的母士,令国内外女影迷喜爱。 虽然梁小龙没有发歌英俊帅气,但是她憨厚,忠实,爱国的形象比帅气还淘宇人喜爱。 图伟2006年12月19日,梁小龙在北京的流影,岁月如流,如今她已显苍老。 梁小龙,1948年4月28日出生于广东中山,香港演员,武术指导。 补伟2015年11月27日,香港舞打明星梁小龙在活动现场的照片。 李连杰扮演的少林寺电影,红遍中国大地,那时候的李连杰,还是那英俊帅气小伙,他更是众多女影迷的追崇和喜爱对象。 连李连杰的世界黄秋燕都爱上了他,并和李连杰结婚生子。 图伟2001年6月25日,李连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好莱坞拍摄的照片。 李连杰,1963年4月26日出生于北京,华裔演员、武术家、慈善家、伊基金创世人,1982年主演电影《少林寺》走红。 图伟55岁的李连杰在安徽弘陵,参加为期两天的首届公首到集训仍必赢活动拍摄的照片,面容苍老憔悴。 据了解,李连杰在2013年换甲状献机能抗禁症,必须每天吃药控制。 小编介绍中国几位最讨鱼影迷喜爱的最帅男影星,岁月不饶人如今他们苍老了,小编祝他们身体健康,生活过得幸福美满。